隋文帝所创造的盛世虽如昙花一现 但无比灿烂 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这场盛世中最绚烂的一刻叫开皇之治 它是隋文帝阳间不朽的功绩 今天咱们就讲开皇之治 开皇是阳间的年号 开皇九年随灭南臣 南臣就是南北朝时期的最后一个朝代 他的君主叫陈淑宝就是陈后主 最后很丢人的被人从井里拉上来 还带着他那两个妃子 南臣被灭之后 阳间就做到了统一全国 上一个统一全国的是秦始皇 而阳间所统一的疆域比秦始皇更大 这是阳间的第一项功绩 第二破突厥 在隋朝之前咱们是分裂的 突厥是统一的 像北周北齐争着跟突厥好 哎有事您帮我啊 突厥很开心啊 揣个手看热闹就完了 可是阳间夺取北周政权之后 之前从北周嫁到突厥去的千金公主 跟他老公说 不行你得给我报仇 突厥啊一直没把这边当回事 就大举进攻随朝 没想到这回碰钉子了 隋文帝一边加强防御 一边采用远交而进攻 离强而和弱的策略 最后不仅赢了 还让突厥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 情况整颠倒 隋统一了 突厥分裂了 第三 给后世留下了三省六部制 隋朝那会儿其实是五省六曹制 但是秘书省和内市省很少参与国政 尚书省下边又设历部 礼部 兵部 督官度支 公部 到唐代变成了历护礼兵行公六部 隋朝的五省六曹制 就是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的前身 第四 大索茂月和书籍定样 大索茂月类似于人口普查 操作更复杂 它是把人叫到眼前来一个个看 来核对年龄啊这些信息 为什么要这么干 在隋朝之前 长时间的战乱动荡 就发生了大量的隐漏户口 炸老炸小 比方说六十岁不用打仗了 这人呢五十八 说自己六十 也没有人去核对 这是炸老 十八岁得去打仗 他说我十六 就不用去了 这是炸小 为了准确的统计人口 隋文帝就采用了大索茂月的方法 书籍定样简单来说啊 就是每年由朝廷来制定标准 下发到地方 地方呢按照这个标准 来确定老百姓的户等 根据户等 从清制定税付 通过大索茂月和书籍定样 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 国家的劳动力和税收增加了 第五 科举制 其实关于科举制是不是隋文帝创建的 有争议 在这里呢 我们采用比较普遍的说法 开皇七年 隋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 取代九品中正制 自此选官不问门第 除了这些之外 隋文帝还统一杜联恒 修订开皇律 建大兴城 就是后来的唐长安 在全国建设一仓 等等等等 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 开皇年间呈现了政治稳固 社会安定 民生富庶 文化繁荣的盛世局面 这就是虽如昙花一现 但无比灿烂的开皇盛世 下一期咱们讲后人对隋文帝的评价 听历史古文就搜缺白则 咱们下期再见